什么糖米水,黄豆肥水,都不如啤酒水,它才是养花的万能肥 Hello,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最近我这瓶啤酒又喝完了 当然,对于卖酒的朋友来说,可能就觉得我喝酒特别多 因为没几天就要喝掉一瓶啤酒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酒我是一口都没喝过,全部是拿来养花的 很多朋友养花的时候都会发信息过来问我 什么肥料,什么油脊肥好,到底哪种肥好 老实说,啤酒是最好的,而且最简单,最省事 来,我们先来看看这瓶啤酒 熟悉的朋友就知道了,这个是本地的珠江宁度啤酒 这个可不是喝剩的,而是用剩的 每两到三天左右,我会用掉一瓶啤酒 无论是夏天,还是春天,还是冬天,还是秋天 都会不断的去使用这个东西 那啤酒拿来养花,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咱们先来说说营养 营养方面呢,啤酒由于是来卖芽,发酵而成 这个东西里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 无论是植物所需的蛋铃角,还是其他的营养成分 都是含有比较丰富的 所以呢,啤酒拿来养花可以一定程度上拿来补充营养 当然呢,啤酒如果能拿来全部代替肥料也是不对的 因为这里面的蛋铃钾含量不算很高 所以养花不能只靠汤 那啤酒拿来养花还有其他好处吗? 有的,这里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 还有其他成分 这个东西如果做叶面肥使用呢,效果特别的好 那叶面肥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把买回来的啤酒呢 先放在那里244小时 开盖放置 然后呢,让它里面的酒精挥发掉 然后就可以取来棉金或者纸巾 稍微暂湿一下 然后呢,均匀的抹在那个植物的叶片上面 你会发现呢,抹完这个啤酒之后呢 它叶片叶的非常有光泽 而且呢,那个生命力也会更加的强 用完之后呢,您会发现您家的植物呢 那个光合作用是明显的变强的 这个呢,尤其是大叶子的植物是特别明显 比如我这盆茶花 还有大家喜欢养的绿螺啊 或者是发柴树啊 那些植物就最适合了 啤酒里面的糖分呢 是非常有利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 我们简单的抹一抹之后呢 您就会发现呢 这个植物呢,会变得特别的疯狂 疯狂的长,疯狂的开花 疯狂的结果 这就是最简单的叶面肥 除了叶面肥之外呢 啤酒拿来养花 其实还可以拿来灌根 而且效果真的不错 我们都知道植物想要长得好了 根一定要强壮 那么根怎样才能长得好呢 它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根生命力比较强壮 第二,土壤非常适合它生长 所以啤酒这个时候就可以拿来养花 把啤酒对50到100倍的水灌到土壤里面之后呢 我们就能发现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的活跃 里面的细菌变得很活跃 然后植物呢也可能生长了 把啤酒进行挂一根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促进根系的生长 这里面的营养成分可是能促进生根的 作为生根剂使用 一点也不比外面买的生根剂差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啤酒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细菌 这些细菌倒到花盆里面 倒到土壤里面 就会活跨整个的土壤 它就会迅速的分解土壤里面的有害成分 把这些成分转化成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成分 这样的植物不仅更长的忘了 而且呢也有更多的营养可以吸收了 很多朋友养花的时候害怕土壤板结或者烂根 那么您可以试试用啤酒养花 我是实验过后才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真的可行的 比外面买的很多土壤改良剂还要好 当然了,啤酒拿来养花 除了刚才说的补充营养啊 叶面肥啊 灌根土壤改良啊 解决土壤板结这些问题之外呢 我觉得拿啤酒拿来养花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免费的东西 这东西成本非常的低 甚至有些朋友家里很多喝剩的啤酒 收洗起来就可以整年的养花了 这啤酒成本很低啊 它不仅可以作为生根剂 也可以要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而且呢还能补充营养啊 对比其他的肥料 比如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弄那个 那个糖米水还有黄豆肥水 不是说黄豆肥水不营养 不是说糖米水不好 而是呢 这个东西啤酒拿过来就可以拿来使用了 最重要是一点都不臭 很多怕在家里发酵有机肥的朋友的杜丹菌肥料会发臭 但是告诉你啤酒就是一个压根不配臭的肥料 无论你放它10天还是20天 这个肥料都不会臭 而且还能拿来使用 效果还真的不错 所以如果你养花 你害怕那些臭味 害怕那些肥料的话 你也想弄点有机肥料的话 那么您不妨试试万能的啤酒水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酱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